創意 創意是什麼呢? 有沒有聽過魔島傳說? 以前在水手之間流傳了一個魔島傳說 明明應該是去到一個一望無際的汪洋 但是突然之間發現有個海島由海底浮上來 後來科學家發現這些魔島其實是經過很多年 珊瑚的成長和累積 到最後一刻才浮上海面 創意就好像魔島一樣 在人的腦海突然之間浮現 神秘不可觸摸 但是其實 它是經過無數人欲過程的結果 如果你說用魔島傳說來說創意 太過抽象的話 不如我們說一些實際的東西 就說賣東西吧 通常我們買東西都是買新的 但如果你說做生意 賣舊東西 你猜得不行呢? 其實很久之前 香港已經有夜冷寶專賣舊東西 但是一直都不受歡迎 這幾年 香港大力鼓吹環保 有些人 逆足到一般人喜歡用名牌 又想省錢的心理 他們就利用名人穿過的衣服 來吸引一些人買名牌二手衣 很明顯 買賣舊東西這個概念 經過不同人的創意 重新包裝和推廣之後 已經變成另一個新的商業概念 當然 買賣舊東西好不好 就真是見仁見智 不過創意是可以化腐腦為神奇 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正所謂 不怕舊最重要的手 話說張無忌有一次就去到武當山 泰師傅張三豐就說 各大門派接下來攻打武當山 要張無忌立刻學他那套最新練成的武功 抵禦愛敵 張三豐在張無忌面前耍了一套功夫 一次 然後就叫張無忌自己好好修煉 然後就走了 一、二、三、三、二、三 哈哈 童書,練成怎樣? 我已經忘了兩成了 那你繼續練吧 童書,你練成怎樣? 我已經忘了一半了 好,再用心學一下 童書,你練成怎樣? 各大門派已經來到山腳 你還沒練好嗎? 我已經忘了八成 快點 童書,他們在門口了 泰師傅 我已經把你教過所有的東西完全忘記了 好,你可以將乾坤大內耳 九陽神功 和我和武當絕學融會貫通 自創這一套抗世奇功 這次武當有救了 我用這條招 其實是想說 創意產生的四個不同的層次 偷 借 轉 換 古今中外 很多人都用這條招 偷 即是偷師 即是開始創作的時候 可以學一下別人 好像寫字一樣 開頭可以跟著來寫 寫下寫下 才會有自己的風格 節目 借,即是借用別人的意念 放在自己的情況裡 加以運用 好像這招 虎學雙人拳 夠厲害了吧 轉 就是將自己懂的東西 加入一個意念 成為一個新的意念 十八世紀音樂之父巴哈 所以有這麼多名曲流傳千古 因為它能夠在古典樂曲裡 加上新的音樂元素 而轉變了一般古典樂章的風格 換 就是完全創新的獨特意念 二十世紀著名畫家北家索 他的作品 又著重色調變化 到後期 不斷求生求變 創作大膽的立體派 繪畫風格 就看到北家索的獨創意念 要創意有無限的生命力 就要用心用力去培養 要用多少心多少力 五力四心就夠了 對問題和環境的敏感到 這叫做敏覺力 怎麼可以培訓一個人 有多一點的敏覺力 比較不同 這兩樣東西要比較 首先你要對那兩樣東西 有觀察 可不可以講一下 籃球和足球有什麼分別 籃球的彈力比較高 物理也不同 有些人說 無中生有就是創意 這種是很少數的 獨創能力 是將能夠想到別人想不到的東西 這種的能力 就叫做獨創力 每個人的名字都很獨特的 這一組人將自己 每個人的名字 拿出來 成為一個口號 那句話都是獨特的 這種叫做獨創能力 而如果你想培訓你自己的獨創能力 注意一些發明 有時候發明會啟發你的 搜集多些新奇刺激的東西 逆向思維是什麼呢 就是將那樣東西顛到這麼想 原本是男人做的 你試試看女人做 原本是老師做的 你試試看學生做 流創力呢 可以很簡單做一個test 試一次 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 有些報紙 報紙有什麼用呢 你問我們知道有沒有什麼新聞 是 新聞 放傻瓜 放傻瓜 燒東西吃 而剛才大家表達的時候 哇 屬於這種能力 叫流創力 可以提供你一些方法 培訓你的流創力 例如 博覽範書 就是多看一些東西 遲做短修 現在是說 一生一世的學習的 不會有學得緣的 看一件事情 可以從不同角度去看一件事情 我曾經聽過一個人說 喂 鐵拐你踢球 插一個揭頭語 是什麼 大家知道嗎 他呢 就是 逼的 那他去踢球那是怎樣 認用一個人 在當中很忙碌 很忙碌 其他人呢 幫不到他的 不是 是一腳踢 這些就是IQ問題 他要你轉一轉 想一想 行不行 變通力就是這樣 在一個東西裡面 一直加一邊加 以此 那東西會更加好些 這叫精進力 精進力 就是讓那東西更加完整 變通力和精進力 在一個有限制 有限時間 地方 人數 有限的時候 這兩樣東西 可以發揮到很大的功能 記住 這五種東西 都是創意的 需要具備的東西 而有四把鎖匙 就是開你的心的鎖匙 想像心 想像力 是創意最基本的元素 很多很多的 就是意念 是從想像開始的 這個牛油 加張湖筆 變成牛油張湖筆 這個麵包來的 這個呢 就是筷子 加多個鎖匙在旁邊 可以用來 即是降溫 快點可以吃 挑戰心 你有勇於挑戰自己的能力 是不是 不要給自己的能力限制住 想於嘗試 勇於突破 還有好奇心 你需要對那樣東西好奇 想像 會refresh自己 想像覺得這東西很新鮮 這東西就是好奇心 驅使是繼續發明發現的 OK 最後呢 你需要踏出那一步 需要冒險 走出去 嘗試 有了五力 四心 還要懂得突破 讓我運用我的創意 先用一些不同的線 畫些公仔 你覺得我沒有創意 因為我沒有打破關關 放膽去創作 和最初第一個創意比較 你覺得哪一個創意高一點 還有原因在哪裏呢 還想知道多點 如何提升創意 很簡單的 只要有空就聊天 畫畫畫 裝模作樣 那就搞定 有些人生出創意 容易出一點 有些人生出創意沒有 容易出 但個個都有創意 這不是一定的 給你們一些秘笈 你們呢 透過這六招 照觸到這六招之後 你就明明是一個本來 創意都不太容易發揮出來的人 你都可以有條路徑 讓你容易把創意發揮出來 第一招 我們要去確立目標 我們要知道自己的目標 就是要做一個劇場 第二招 我們就要知道一些資料 究竟我們有些什麼資源 五個W是什麼 是who 你有些什麼人 有些什麼人幫忙做 what 有些什麼 where where 在哪裏做 下 接著呢 when 何時做呢 why 為什麼要做 好 接著有個h h是什麼 how 好 究竟怎樣做呢 繼續下去了 第三招是什麼 要找些什麼 問方 問題 對 可以儘量 不知道要怎樣說 在這個 地方有限 第四招 對 你剛才有很多問題 每一個問題都要想好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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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要想到這麼多答案 就要用哪個方法 努力激蕩 努力激蕩 努力激蕩有幾個規條 第一 要怎樣 不放 自由分放 第二 數量 數量那麼多 那為什麼才可以數量多 多點提議 多點提議 接著呢 無雙交流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怎樣 不准 開啡 不准開啡 好 接著呢 怎樣 雙圍 對 大家可以談 還要看看我們的資源有什麼 做不做得來 然後到最後 談到一個答案之後 最後可惜的是什麼 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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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迴欺 你怎麼這麼遲啊 一太二問掃把刀 搞得我搭不到小朋友等巴士 哦 沒事 九皇帝 拉他們兩個回來 我們唱歌 唱歌 母帝 最寂寞 最時空虎 這種服務態度是不對的 來個 什麼劍啊 拿出來看看 哎呀 厲害 即是 我呢 他只是給你一條問題 然後就馬上要你給個答案 那些人很難想到 如果經過這六個步驟 這樣 即是一步步來 即是學生 即是任何人都會 很容易就會 解答到一條問題 想到一件事 想做就做 沒想過 現在學到 想一下才做 挺好 人人都以為是一個蓋 而已 那你想到一個戒指 會覺得自己很厲害 日常生活中可以應用到 即是將一些東西變成 不是可以 即是 用我的腦想多些東西 開發自己的腦 對啦 為了將我的銀行 發展亞洲的業務 那想一下 設計總部 那總部呢 當然是選擇在香港啦 我是香港人 那好了 接著我問一下 香港這麼大 那我沒理由全建的 那到底在香港哪裡建呢 接著來呢 運用 心智繪圖 想一想 到底我們 一間銀行選址 要考慮什麼因素 接著 運用綠頂思考的帽子呢 去決定 到底 我們應該一間銀行 擺在哪裡 心智繪圖 其實是運用多種的觀感 可能是視覺 可能是一些的顏色 可能是一些的質地 或者感覺 甚至你情緒 幫你去到 刺激你的思維 和你的創意 那畫了主題形象之後 接著怎樣呢 再在旁邊畫一些 重要的分支 例如說 土地 可能會令你想起 面積和地價 地價 我們的地方應該要大 大 影響呢 起了一間銀行有什麼影響 可能已經想一下 嗯 也可能 阻止空頂 那就寫下 請人你也貴 你買地也貴 交通方便 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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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畫了心智繪圖 想好因素 接著想想怎樣決定 我想你這樣做 參考你的心智繪圖 就運用這個 綠頂思考的帽子 去決定到底應該在哪裏起 那怎樣為之綠帽子 綠頂思考的帽子呢 每一次呢 只想同一方面的東西 有什麼好處 不會有分歧 不會有分歧 避免了什麼 避免了爭 避免了爭 另外呢 我們從六個不同的方法 去思考問題 有沒有人告訴我 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知道它的正面和負面 那我給你一個公仔看看 白色你猜代表什麼 守閘資料 有什麼相關的資料 先找到 然後呢 你可能不再幫你再決定 黃色代表什麼呢 太陽 是好還是不好 是正面 好的 還有代表什麼 正面還是負面思想 正面 正面 大家都很厲害了 黑色代表什麼呢 有天平 判決 一個批判一點點的思想 是嗎 看看到底那件事是否對 或者是不對 是嗎 紅色有心 可以想起什麼 說來 感情 感情 內心 一些情緒的反應 綠色代表什麼呢 創意 沒錯 代表創意的思想 最後藍色 好像在哪裏 藍色是哪個位置 天空 天空 天空看下來的 清楚嗎 清楚 所以說什麼 好嗎 一個決定 一個決定 一個決定是非常全面的 好了 稍後出來匯報 每組派一個代表 有些組可能兩個 你就兩個 OK 我們選擇的點是中環 我們選擇的點是中環 我們選擇的中環原因 可能人大又多 而交通又可能不方便 中環 中環 雖然它要拆了一個巴士總站 可能會令到一些巴士 就不可以在一個巴士總站停泊 但是它附近也都有碼頭和地鐵站 所以都應該不會引致到交通不方便 為何我們不選擇新蒲崗呢 因為它交通其實很擠塞 雖然地價很便宜 地方很大 但是很多工業區 所以空氣就不太好 就是因為那裏是住宅區 那裏也是挺醜的 空氣問題也是很髒 所以會令到人不舒服 這些學生現在在為一個 叫做智能家居的科技創作比賽 埋頭虎幹 採用功能 創作比賽 上邊採用功能 就是要一定要加上 用功能 眼珀 好 影子 普通人認為管家居的電子彈彈 不理會輸出的能力去了哪裏 如果踩完能量再到電動車 你就會一舉兩得做到兩件事 我覺得這次的學生 有些在創意方面相當高 只不過在實踐方面 他們完全沒有怎樣實踐的概念 創作和意念和實踐是兩回事 如果你想到那件事 未必可以做到那件事出來 要有些技術才可以做 你自己想出來的構思才能做出來 我覺得原來很多設計 去做的時候就變得完全不同 現實和我們的理想 始終都會有一大段距離 而我們都要從中改變一下 才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剛才我們用了很多方式來講創意 節目到了尾聲 我們繼續以創意無限的精神 唱好創意 各樣事物在每天轉變 你要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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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力學習 面對新挑戰 你要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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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創意是什麼 其實不是那麼困難 跟人不同的東西 就已經不簡單 做到好玩實用 這樣就真是沒得彈 要知道怎樣有創意 也是好easy 秘曲就是五力 四心加突破框框 樣樣事物在每天轉變 你要有創意 你要有創意 盡力學習 面對新挑戰 你要有創意 你要有創意 講到五力 用角力靠多觀察 要主意多的話 那就要有流暢力 懂得變的那種叫做 變通力 而創意不少得的 還有獨創力 再加上精力求精的精進力 就成為五力 除了五力之外 還要有四心 想像心 好奇心 挑戰心 冒險心 加上就是我們說的五力四心 再加上跳出一向做事的框框 要做創意人 就真是說都沒那麼簡單 樣樣事物在每天轉變 你要有創意 你要有創意 盡力學習 面對新挑戰 你要有創意 你要有創意 要是一個早期輸出 停在行為 每天都不宣 自己妳 還不可以 無創意 有創意